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金受到昨日中国暴涨的新冠病毒肺炎的劝诊人数影响持续上升 限价1576美元 美元指数也刷新了自19年10月10日以来的新高 限价99点 石油有底部反弹的迹象 美国油限价51.84美元 英国的布伦特原油限价56.5美元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话题 这次由于疫情的影响 莲莫尔本最知名的老牌餐厅石维仙都关闭了自己的一家门店 我觉得这真是太可惜了 想到当时我刚刚来莫尔本的时候 就总去石维仙喝早茶 感觉跟在香港一样 味道很正宗 但是最近如果有订餐的朋友就会发现 现在除了中餐馆 西餐 日料 含料全都已经订满了 所以我相信不仅是石维仙在澳大利亚所有的中餐馆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我的同事说他最近去的一家火锅店 最近已经开始用自助餐的形式营业了 晚餐35一位 原来要吃260刀两位的火锅 现在只要70刀就够了 包括中午的话只要25一位 我觉得这真是太夸张了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之前的话 我们去中餐馆点一道菜可能就不止25块了 所以老板为了持续的有现金流进来 已经是豁出去了 包括不少City的奶茶店 我听说也已经付不起人工费而开始暂停营业了 其实大家也不用这么恐慌 我发现从澳洲发生的第一起疑似病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0天了 但是目前澳洲所有确诊病例是15例 分别在昆士兰有5例 然后是在新南威尔市有4例 维多利亚州有4例 然后南澳有2例 其中5例已经治愈 其余的情况基本稳定 而且没有传出暂时的有那个疑似的病例出现 而在维多利亚州的卫生官呢 也呼吁大家疫情是可控的 大家不要过度的紧张 应该该吃吃 该喝喝 要多消费嘛 对吧 然后现在呢 很多优质的中餐馆也是因为这次的疫情而遭受了无望之灾 面临着倒闭的风险 所以现在不管是在中国也好 还是在澳洲 我们华人的生意都在遭受着冲击 那大批的中国人也都面临着失业 这也提醒我们有储蓄 或者是拥有第二个职业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不管是投资 还是买房 收租 还是做一些小生意 我们除了稳定的工资以外 还必须得有一个额外的经济来源 来保证我们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正所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只有早做准备才能在困境中安然度过 反观我们国内的一些大企业 现在都手握现金 背靠银行 虽然盈利能力下调严重 但是还算过得去 这种现象就被我们称为大而不倒 那中国之后也有可能面临寡头垄断的现象 也就是少数的几个大型的企业相互竞争 掌握整个行业的生产和销售的市场结构 那这种市场结构呢 其实可以有效地避免市场中的无序竞争 并且提高公司的效率 像是我们现在手机上使用的苹果和安卓的软件 其实就是苹果公司和谷歌这两个寡头所运营的 那像是中国 像是澳洲的超市 COS和WorldOS 中国的互联网巨头 阿里巴巴和腾讯等等都属于寡头垄断的行业 所以不管是哪一种投资 我们在选择行业和公司的时候 都可以按照这个标准去选择我们需要投资的企业 回到疫情上面 钟南山呢 在2月11日的时候预测这次的新冠病毒 可能在4月得到有效的控制 那我们有理由相信 为了追赶在第一季度落下的GDP增速 我们在4月之后能够看到中国更多的经济刺激政策出台 那么A50指数能不能回去 现在还能不能买 我想中国股民的一句话能够给大家解答这个问题 他们是怎么说的呢 如果疫情控制住了 那你的钱会涨回来的 那如果控制不住 那么你的钱有没有也是无所谓的 虽然呢 说的比较糙啊 但是还是很精辟的 其实呢 就像我们之前在网课中有提到的一家澳洲的雅思辅导培训机构 虽然呢 之前受到了澳洲禁费令的打压 股价从之前的20块5回落到了16块 但是在周三公布20年业绩财报的时候呢 股价瞬间一天呢 就涨了28.8% 并在隔日啊 也就是昨天的时候继续上涨6.5% 昨日收盘价格22.83% 那其实虽然呢 中国的学生飞不回来了 但是在中国和印度的学生还是得考雅思呀 对吧 不管是说是出国留学还是澳洲移民等等 都需要雅思的成绩 而且呢 现在移民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我相信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一次雅思就考4个8的 我也听说有朋友呢 考了3次5次甚至都没有达标 国际学生的钱 IDP赚了个盆满钵满 这说明强者很强 就算我们的外在因素不利 但是只要公司的战略发展正确 我们都能买 这里又要引用巴菲特的名言了 在别人贪婪时我恐惧 在别人恐惧时我贪婪 想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要逆势而行 考验是投资者的内心是否坚定 对公司的核心价值是否有信心 虽然我们不停地在网课和广播中持续输出我们的观点 但真正能够认同然后去行动的人呢 我发现其实是寥寥无几的 所以说不是钱不理你 而是说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对不对 如果说你没有买到这个股票 那它20%的上涨几率也不会落到你的头上 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话题 今天正好是情人节 我想不管是圣诞也好 除夕也罢 每次到了情人节 都是男士们最头疼的日子 对吧 那要送点什么呢 送钱嘛 又太俗气 那送礼物呢 又怕女朋友或者老婆不喜欢 那我的建议呢 就是可以给大家的对象 买一点银行股 每年都有6%到7%的分红 保值的呢 不仅仅只有钻石 像是公司也一样可以 爱你就让你成为银行的股东 每年都给你稳稳的幸福 公司不倒 爱情不老 这可能就是金融民工最大的浪漫了 我们去年推荐了一整年的澳股 ASX200指数从5557点上涨到了6690点 上涨了20% 可是银行股呢 却不便下跌了20%到30% 完全是一个被低估的挖地 等着投资者重新来评估它的价值 那这周呢 联邦银行CBA也出台了它的新的财年财报 显示出呢 虽然半年利润减少了4% 但略好于市场的预期 当日的股价上涨4% 股价也从84美股跳涨到了美股88 并且在当天CBA宣布 并公布在两月派发美股两刀的股息发给股东 从上周 从上个月开始 我们就已经公开提示 投资者可以建仓银行股了 除了CBA NAB也公布了财报 今年财报第一季度的现金收益超出市场预期 股价开盘上涨2.87% 这两家银行的财报都给了市场重新投资银行的信心 其余的两家银行 ANZ以及Westpac也随之上涨 从价格上来看 除了CBA 其余的银行目前的股价还处于被低估的位置 还有很大的上涨的潜力 我最近身边发现不少做房地产的朋友突然都忙了起来 他们跟我说 之前一直犹犹豫豫豫想要买房的客户 现在都立马就拍单 下订单 就是开始副首付了 那对于地产相关的行业 像是realestate.com之类的地产网站 或者说是breakbooks BKW这类的公司 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那这周日呢 我们11点半在Glind Waverley的Novotel 有一场讲座 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线电话 0386580603 或者是联系我们的微信小助手来参加我们的活动